你把我召唤过来的 你让我自己怎么回去 我哪有这本事啊 我也知道你没有这本事 所以 一定是你意外触发了什么 你现在给我好好想想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昨天晚上 我就是过来许了个愿 许愿 你该不会 是许愿上天赐给你一个绝世美男子吧 你自己说这种话你不害臊 你许这种愿你不害臊啊 我没有许这种愿 我许的愿是希望我今天可以面试顺利 然后我就遇到了一对情侣 被他们激了一下 后来我就 算了 谈恋爱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要是能谈恋爱 我也想谈恋爱 我也想要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说什么 随便说一遍 那是什么 我忘了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的硬币掉进去了 然后我打唠叨功夫就做了个梦 梦里 我看到你在水里 梦醒来的时候 你又出现在我旁边了 这个硬币从我刚醒来 就在我手里握着 你说你是在梦里见到我 我们这样不好吧 我们两个躺在这儿 被别人看见了 还以为在殉情呢 你还想不想让我回去了 想 可是哪能说睡着就睡着 你要是睡不着的话 是不是也没办法 归西大法 三个吐纳之间 我肯定能睡着 你别的担心我 你自己赶紧先睡 要么 这哪儿 这还是仙子泉公园吗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这里环境还可以啊 大叔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了 这是我的仙境 我当然在这儿了 正式认识一下 再一下 真仙子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为什么会被你带来这儿啊 不是你自己要一段 刻骨铭心的爱情吗 我就把肖无敌给你弄出来了 肖无敌刻骨铭心的爱情 帅吧 我跟你屁股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人啊 恩正仇报是吧 过河拆销是吧 气死我了 我才不要跟肖无敌谈恋爱 肖无敌 怎么了 人家堂堂何换公子啊 仪表堂堂 文武双全 机智过人 那一点配不上你这么个 木胎单身的铁饼少女 她是个反派 我自己写出来的反派 她什么样我不知道啊 腹黑阴险 我也不做 一肚子坏水 给你 你要吗 人嘛 谁还没有个缺点 是吧 包容一下 反正我就是不要 哎呀 我不要 你给我收回去 收不回去了 我的法力也是有限的 沐浴成舟 你就跟她凑合过吧 为什么呀 我打好的情绪电话 我怎么看着这么个东西啊 我要怎么办啊 嗯 其实呢 有一个好消息 人是很脆弱的 一辈子也没有多长 人类的臭命很短的 啊 你这样 你这辈子忍一忍 祝你下辈子 大长腿好不好 大长腿是吗 哎 你看 哎 你 哎呦 你这么做有意义吗 我是这里的仙子哎 我就这么告诉你吧 肖无敌呢 就是全世界最适合你的人 跟他好好地相处吧 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间 啊 还有啊 我这个地方呢 你也不能多待 拿上这个东西 回去吧